Hello,我是Youtube的朋友,早晨 今天是第二天在大阪 剛剛在日本的天氣預報 大阪城公園那裡 應該只有36%會開作化 但我也想去大阪城公園 訪問一下 因為我住得很近黑門市場 就走過黑門市場去找車站 由於不確定多久才會去到大阪城公園 又超到我 所以還是先去做一碗床屋 現在吃飽飽了 現在出發去大阪城公園 去看櫻花之前 我就看到那裡有一棵櫻花 現在去看再厲害一點 上到地面了 現在走進去看看 入口這裡的櫻花是36%都沒有 雖然離開櫻花 但也不用失望 因為今天是我們旅程的第二天 預計4月4、5、6日 就應該會100%開了 我想我最後一天都會來多一次 看看這個滿開的情況 上到黎豬 讓我看到我心目中櫻花的景象 好漂亮啊 真是 嗯 看到大阪城 眼見都不太遠 這條是不是就是護城河 它比我的想像中大 起碼三盆 cafe 用嘴巴 好大 太誇張了 很開心見到櫻花和大阪城 再過幾天等門開才來這裡 在我身後這塊叫Time Capture 這就是當年為了Export建的一件事 裡面裝了2000多件 就是當年1970多年的科技產品 他們承諾了5000年後 才可以再打開它 看看20世紀時的科技產品是怎樣 好像那些動物迷城 拜拜 大阪城公園 哇 這棵櫻花樹很漂亮 這棵櫻花樹很漂亮 我不是 日本人對這個看櫻花野餐應該真的可以支持 大家看看 無論多大魚 我都一定要野餐 不知道是否現在櫻花貴的關係 這裡就有很多小食攤檔 剛剛叫了Takuyaki 不過樣子就不太吸引 不知道好不好吃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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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看這個 皮是完全是軟的 哈哈哈哈 接著有個破口 哈哈哈哈哈哈 是粉條燒汁味 因為我這次是第一次在大阪吃這個章魚燒 可能這個叫好好味也不一定 對 認真說 AMK的芥末比這裡更好吃 這盒這麼美味的章魚燒 是涉嫌我這麼多年 這個在櫻花下野餐的夢想畫面 剛才有幾粒是煎得 都不是一個圓形 他想給我吃 然後旁邊有一位女士 是阻止了他這樣做 對 這個有Dollar Abel的紅豆餅 有丁幫做麥頭 應該不會騙我了吧 這次 其實我想吃他很久了 上一次去東京 我兩次去元宿都排隊排到神線 那今天呢 在俄沙卡這裡都幾是 不用擔心了 糟糕了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這麼大塊的 怎麼辦啊 怎麼擠得了 我終於吃到這個 餡料Pancake了 這個是Tiramisu味 大家先看看它多凍 現在它這裡有Short Espresso 現在做最重要的動作 把Espresso倒進Pancake裡 還要點得到 它是好 喔 喔 喔 噢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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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吧 只是這個 好一片 沒有 哈哈哈哈 哇 極度好吃 朱古力很濃 咖啡的苦味 真的很好吃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認自己是pancake天后 他試過很多日本的pancake 他都會選擇這裡 我未在日本吃過這種soufflepancake 但在台灣吃過幾次 但我想說這個完全是另一個層次 是另一種東西 神經病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未吃過這樣的甜品 基本上我心目中想要的味道 一個夢幻甜品應該要有的味道 他也是曬得到的 除了幸福兩個字之外 真的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形容 真的很好吃 好吃到沒話可說 其實他的份量挺大 是有飽的感覺 但我都吃得完 我之前一定要再吃一次 我先吃東西 我要慢慢享受 好 亂吃晚餐的環節了 我們就來到一間燒肉一的地方 我坐下來就發現這間店 9%的客人都是香港人 賣了一個saddle 我們有兩個人 規定saddle一定會一起點 不可以賣一個saddle 我們叫這個就是4800元一個人 總共有五款牛肉 還有第六款就是牛里 兩款類似韓式泡菜 一碗日式的saddle 還有後面有三款牛的內臟 牛腸、牛排葉和牛肝 這裡很熱 我已經由冬天變了夏天 但和香港吃的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好 剛才的牛腸好多 這個可以的 這個 好了 吃第二件了 我們現在在燒這一塊 好像有很多油 有很多人 就算作的 餐廳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就算在這塊 我們在這塊 吃不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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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最好吃 試過那五款肉 我覺得最好吃就是上次的肉 那次是我比較喜歡吃 比較軟和有肥的牛肉 我剛剛想怎樣說我對這裏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吃燒肉的地方應該充滿歡笑聲 你會看到旁邊有人喝啤酒喝醉酒 但這裏不知為何沒有 很安靜 像一個很高級的餐廳 沒有人發瘋 沒有人發瘋 今天影片到這裏 記得Like這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Youtube IG 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應該會去京都